Hello 大家好 大家 新同感受 遲了開始 我們現在接近11點才開始 抱歉 等待聽眾進來 因為我們都 時間比較飄乎 因為我的行蹤比較飄乎 我現在人又在巴黎 不過絕對不是來玩 我是來上訓練 這樣就 進來的朋友 我告訴你 線路是否穩定 你們看得穩定 我現在就要分享 這段影片 我就開始講了 今天都是繼續講 心血管疾病系列 是還沒講完的 沒有化妝什麼都沒有 黑眼圈沒有遮眉 眼睫毛是中了 所以都夠了 但是如果怕的 就不要看視頻 只要聽一聲 唯有這樣勸你們 讓你們不要那麼慘 Hi Dalvin Yang Hello Now I know that I'm actually here 你好啊 可以幫我分享一條影片 因為我的電話開不了 因為我的電話是上不到Wi-Fi Hi everyone OK 就很快了 我其實只是想分享 我的影片 但是有些困難 OK 緊接上回 我們就會講些什麼 我們就會講 我開到 多一分鐘 好快 OK 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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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我多幾十秒的時間 我可以分享一條影片就可以了 這條影片就可以了 這樣就 很奇怪 這裡的系統不是很穩定 OK 好了 緊接上回 我們就講過 其實 所謂的膽固醇測試 根本就不是膽固醇測試 OK 原因是其實它叫Lipoprotein的測試 Lipoprotein是什麼來的 就是 你血管裡面 它是一個載體 那載體好像韓奧母腦一樣 它載著很多東西 它裡面有膽發質 然後它有脂肪 它也有膽固醇 那膽固醇只不過是其中一個乘客 它不只是 只有它 如果你做膽固醇測試 那你以為有 Total cholesterol 接著有 Bad cholesterol Good cholesterol 這樣 像上次我給你們看 其實Colesterol is cholesterol 它只有一種 chemical structure 其實它是 並沒有 其他東西的 OK 就並不會說 有一個叫做好的版本 有一個叫做不好的版本 但我們要知道 其實Lipoprotein 有幾種的 OK 它不單純是 就這樣 一款就是一款 其實之前所講過 就是你們所做的 所謂的膽固醇測試 其實是Lipoprotein測試 即是航空母艦 OK 所以我怎樣說 你要我講 航空母艦裡面 有幾多個好人 幾多個壞人 如果你用傳統的 看粵語蠶片 一定有一個大中國 和一個大奸國 的話 這個就很容易 你覺得可以套入 但是如果 我告訴你 其實好人或壞人 只是看他對誰 如果他對太太很好 但是他對同事很壞 那你當他好人或壞人呢 同樣 我們說Lipoprotein的測試 即是你們認為是膽固醇測試 其實它有 叫做這個 Cellomecron 即是最大的那塊 然後它移動了上去之後 它就會縮一個尺寸 叫做VLDL 記得嗎 好了 然後VLDL再縮就變成IDL IDL再縮就去到 大家很害怕很害怕的 叫做LDL 再縮最小就叫做HDL OK 這樣 我們上次也有講過 如果未聽的朋友 我們現在有點重溫 就是 其實 這個 VLDL 它就是第二代 第二代 它其實 叫做Very Low Density Lipoprotein 但是 為什麼Very Low Density 又會是第二代呢 就是 我不知道哪裏改名 你們不要問我 它是腸胃和肝度製造 記得嗎 OK Cellomecron 最大一個就是腸胃製造 OK 最大一個就是 第二代 VLDL 就是腸胃和肝度一起製造 好了 它一樣就是 當它運送了上來的脂肪細胞 把脂肪三四公斤 折上去之後 它就縮一個尺寸 OK 就是流氣 然後就會去到IDL OK 那麼 IDL的下一級就是LDL 就是大家最害怕的那件事 那你會以為其實 咦 那如果 我IDL少 我LDL就少 其實不是的 OK 那我今集會講多一點 Technical一點的 但是呢 我還沒有分享到這片 所以呢 我想我就唯有是 不要管它了 我繼續講 OK 這樣呢 大部份我們飲食裏面的脂肪 OK saturated or otherwise 就是無論它是飽和脂肪 還是單元不飽和 當然不飽和脂肪 都好 它是直接運送去脂肪細胞 OK 那就是這個呢 Telomicron 就是最大的那個Lipoprotein 去運運運運運 那這裡呢 是沒有任何對於LDL的影響 就是說 這個時候它還沒有叫做LDL 就是它是它的針酸 如果你這樣想 你會給它 第四代 它還是最大的那塊 那麼呢 到它運送去乾肌脂肪細胞腦之後呢 它呢 縮小 但它縮小 原來呢 是對你的血液裡面那個 膽固醇量是沒有影響的 OK 那我就不明白了 那為什麼你會覺得 就是吃了飽和脂肪之後 會令到你的 血液裡面的膽固醇升高了呢 這樣 OK 記住喔 即是我們吃多少的膽固醇 和我們血液裡面的膽固醇 是何沒有關係的 這件事情 是老祖宗Ancel Keys自己說的 不是我說的 OK 好了 但如果你想知道 什麼東西會令到VLDL的膽固醇 即是VLDL的 會升級 一般人仍是當VLDL是這樣的 但其實它是Lipoprotein 來的 即是它是一架十四座 或者一架巴士 或者一架航空母艦 OK 那什麼會令到VLDL升呢 其實是炭水化合物 OK 其實一個高脂的飲食 是會降低VLDL的 OK 好了 那我就說一些東西給你聽 OK 就是American Journal of Medicine OK 當初針對一個Atkins diet 即是亞金飲食法 OK 亞金飲食法 和Keto diet 是有相似的地方 但不完全一樣的 那為什麼我說有相似的地方 就是大家都是在Carbohydrates 即是碳水化合物 澱粉那裡 有比較強的管制 OK 即是說 喂不可以這麼多喔 這樣 但是兩個不同的地方 就在於 就是 Keto 生酮飲食 其實是要 攝取大量的蔬菜 OK 但是Atkins 是沒有這個主張的 他是分段式地 就說 這個時候你不可以吃這些菜 開頭緊一點 之後就慢慢開始鬆 OK 那 好了 當初American Journal of Medicine OK 他就 想證明 說Atkins diet 是很危險的 那我就做了 一個控制研究 就是找了一群 是 瘁肥的人 然後 去質疑他們吃Atkins diet 想證明它危險 OK 因為 其實我想說到現在 大家都知道 其實 很多的 研究 背後 都有 金主 可能就是某個商會 或者某個 團體 這樣 OK 但是很有趣 就是這個明明 想證明它是危險 它出來的報告 是什麼呢 我讀回英文 就是Original to compare the effects of a low carbohydrate diet and a conventional 傳統 OK Fat and calorie restricted diet on lipoprotein subfraction and inflammation in severely obese subjects 這個目標 它是想檢查什麼 就是 比較 對於一些瘁肥的人 身體裡面的 Lipoprotein 數量 和發炎的指標 那你用什麼比較呢 就是用 低碳水化和健康食方法 對比起 傳統 就是 低脂 低卡路里 出來的結果是什麼 就是 subjects on low carbohydrate diet high fat OK experience a greater decrease enlarge very low density Lipoprotein levels OK 就是說 對象 是飲食 就是測試的對象 是食用低碳水化合物 高脂飲食法 它們 體驗到更大的 VLDL Lipoprotein 的下降 OK 那你記住 VLDL 就是IDL 的媽 或者爸爸 那就是 你們所害怕的LDL 的阿爺 OK 那你以為連帶關係嗎 不是 但是我要提到的是 如果你是真的 很害怕 很害怕 但不相信 那醫生 他未必會跟你說 就是其實原來有這樣的一個study OK 就是American Journal of Medicine 曾經做過 OK 那這個是什麼時候做的呢 這樣 我可以讀給你聽的 我傳聞比較長 第一個 就是 Sashadri P Iqbal N Stern L Williams M Chichano KR Danny DA McGlory J Gracely ER Radar DJ Samaha FF A randomised study Comparing the effects of A low carbohydrate diet and a conventional diet on lactoprotein subfractions and c-reactive protein levels in patients with severe obesity American Journal of Medicine 117 Bracket 2004年 pages 398-405 OK 所以如果想看回 我們可以看回這裡 那為什麼剛才 一開始的名字就是Conduct 這個study的技術人員的名字 OK 好了 再說另一個 是一個更加大型的 是Presented at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的 是一個Annual Scientific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in Chicago Duke University Researches 這個Duke大學的研究人員 就隨機抽了 120個超重的 volenteers 去嘗試 atkinside 都是阿金飲食 OK 或者 就跟這個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的 low fat step 1 diet OK 那 一堆 120個人裡面 一半 你當是吃atkins的 即是高蛋白質 高脂大低碳 OK 另外一半 就是吃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的 low fat step 1 吃了atkins diet 是把那班人 是把他的碳水化合物 降到20g以下一天 OK 20g以下一天 你聽下去 其實跟生酮很相似 生酮初期 在你的碳水溶瘦度 還未建立上去 即是未 好像我 我生酮了一年多 兩年了 我的碳水溶瘦度 就很高 你可能會突然看到我 偷咬了一塊包 或者甚至我日本試過 吃一個銅鑼燒 叮噹那些 豆沙包 我也沒事的 OK 驗出來都還未止息 有生酮的 因為你的碳水化合物的溶瘦度 是會在你 戒掉碳水化合物之後 與時俱進增加上去 所以開頭的時候 大家就要嚴格少少 辛苦少少 就是 我只能夠吃 20g一天 你記住 蘋果那些不行 因為一個蘋果是19g 所以我有一個朋友 他就說 不知道為什麼 我還是胖的 其實是因為他沒有咳到蘋果 而他的早餐還有醋位 你知道我講誰了 如果你在聽說 好了 好 好了 那一班吃Atkins diet的人 說回來 他就是一天的 carbohydrate 是下跌20g 而他的 fat intake 是60% 佔他的 calibrate 總摄取量 是60% 這個 跟 keto 似的不完全一樣 因為keto 是六成至八成 但是當然 如果我脂肪去到八成的時候 我的carbohydrate 就不會是20g 會再低於20g 其實我以前節目也提過 在肯瓦有一個族人叫Masai 我稍後都會提他們 大家繼續聽下去 我們講回美國這120個 有一半的人 是吃Atkins diet supposedly是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覺得很不健康 記住 同一個組織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是說夜之後是毒藥的 Remember It's just last year 是吧 好了 那法國 這一家人 經過六個月的測試之後 法國吃Atkins diet 這一半的人 是瘦了31g OK 而他們的HDL 括弧 Good Cholesterol OK 是增加了11% OK 而他的三酸金油脂 即是VLDL Level 是降了49% OK 好了 那如果你想知道這一篇 在哪裏出的話 那我就告訴你 這條link HTTP OK 母號的字 slash slash斜牙 3W.thyroid 即甲狀線 T-H-Y-R-O-I-D-i-n-F-O-dot-com-slash-斜牙 D engh-d-i-e-t-news-n-e-w-s-斜牙 11NovemberNov.htm 接著就 Pound這個井仔 AdkinsA-T-K-I-N-S OK 那你會以為 VLDL is the only source of LDL OK 如果你跳了中間那個IDL 那你應該 你吃多些脂肪的話 VLDL會跌 OK In一個 study 甚至跌接近50% OK In eating fat 會導致你的LDL跌 那豈不是很棒 你可以這樣說 但是 VLDL跌不代表是LDLD 這個就是它有原因 我稍後會解釋的 OK 因為VLDL和LDL是椰酸關係 而這個椰酸關係 是在中間你證明不到它有直接的關係 因為其實身體是很複雜的 它不是說 上面那個跌了下面那個就會跌 這個是非常之容易去理解 但是 但是 unfortunately它 remain fixed OK 但是 VLDL是三酸金融脂的指標 來的 那證明什麼呢 就是你吃得多脂肪 你身體會用得更加多脂肪 那整個比喻是什麼呢 就是 你什麼時候你會不花錢 就是當你沒有錢的時候 你就會不花錢 那所以 Same thing 你去理解你的身體就是 你不給脂肪給你的身體 你真的就會 不放些脂肪走 那我做Consultation的時候 有客人很少 他就說 我昨天吃多了 那我今天就吃少一點 我說你這樣你就不會受 而他見我做Consultation的目標 其實就是說 為什麼我心肚瘦得這麼慢 我解釋給你聽 你心肚慢的原因 就是因為 你這一種mentality 你這一種心態 就覺得 我昨天吃多了 我今天吃少一點 如果你一個 這麼不平衡 這麼不穩定的狀態 你的身體會覺得 是一種危機狀態 它就會hold住 那所以為什麼 以前傳統營養師 跟你說的那種減肥方法 就是說 我吃少一點卡路里 我吃少一點脂肪 而我就會健康一點 我會鎖得快一點 Yeah In a short run 短期是會的 但是你會發覺 它是會第一 就是plateau 就是說 你去到一個平台位 它就不再下了 第二就是說 你會長期覺得很辛苦 很肚餓 脫頭髮 皮膚沒有光澤 OK 我現在是完全沒有化妝的 OK 我現在你撕 就是你撕了 你會看到它是紅的 甚至如果用了一點 你會看到它會穿著斑 看到黑眼圈 但是我皮膚沒有化妝的情況之下 以我的年紀 我覺得是相當不錯的 而皮膚是有光澤的 我化妝中 都是看到是有光澤的 我皮膚天生是不好的 但事實上 我其實小時候 十幾歲的時候 我要吃Roccutane 如果是 在聽節目的醫護人員 會說 Roccutane 我會出一粒粒 醫生要開這種藥 而這種藥是要驗肝的酵素 肝功能 才可以開給你的 OK 我只會出很多粒粒 吃消炎藥 押茶藥膏 都不可以 但肌然越老 皮膚越好 我自己覺得是因為生痛 你看到我自己 這麼多年來 我不管 又說 不要吃那麼多脂肪 不要吃那麼多肥 菜脂肪很傻 好吃 尤其是當我是一個廚師 我是要吃 因為我要設定餐單 我又要開放東西 我要想哪些東西會合作 我以前的餐廳 是意大利菜 會有Pasta 沒有Pizza Pasta 是手做的 OK 很好吃 那 我後來知道 原來炭水化合物 對人的危害這麼大的時候 那我就不再做意大利菜 那我叫做重量 OK 那我現在只是 跟大家說生酮 有生酮餐 那我們的生酮餐 當然如果你自己會煮就可以了 但如果你上班 你不方便的 又或者你想吃得均衡一點的 那你可以試試我們的 那我們現在 一個盒裡面有前菜 主菜 甜品 還有一個骨湯 那都是白鬆些蚊的 那我連運費給你們 即算下去 都是白鬆些蚊 那我覺得 真的 非常之良心 因為我以前的餐廳 我是一個前菜 都是收一百多二百元 是的 一個炒蛋 都是一百多二百元 那一碟麵 就二百多三百多元 那所以現在是真的 我不想說是贖罪 但我覺得是 真的 是一個理念 所以我做這件事 那希望大家都可以支持一下 試一下 好嗎 OK 那我就再quote另外一個 一個歷史上最長的study 到現在還在做的 就叫做 The Framingham Study 在Massachusetts 那它是1948年開波 到現在還在做的 OK In Framingham Massachusetts the more saturated fat 1-8 the more cholesterol 1-8 the more calories 1-8 the lower people's serum the more cholesterol OK LDL 即是你害怕的 OK 如果翻譯中文 就是 在麻省 Framingham 這個地方 測試研究對象 吃得越多飽和脂肪 越多膽固醇 越多卡路里 他血液中的壞膽固醇 即所謂的壞 LDL是越低的 這個是Dr.William Castelli Director of The Framingham Study 1992年所說的 OK 是的 今天呢 我就會繼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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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 好了 有少少技術 希望大家不要暈倒 我想看你們的留言 但我真的看不到 因為我的電話 現在是在行3G 還有 撈不到 看到嗎 撈不到 現在一路轉不出來 對不起 多謝你們看著我 我先教你暗的東西 你看看 畫面是黑色的 還有一路在下面 在轉圈 這樣 我想分享都分享不到 因為呢 等生童感受的朋友知道 如果沒有like 我們生童感受專頁 麻煩你like 就like 因為呢 很多生童方面的資訊 我是share在那邊的 節目呢 就是forum這邊出 然後share在那邊 OK 我想提到大家 就是呢 對於鋼膽無純藥 這一點 OK 這裡要補充一點點 就是 你要知道 那個 我們叫水瓶 OK 那個 或者我串些這樣的龍門 是一路都變幻的 OK 變幻龍門 變幻的cholesterol level OK 就是 它是relentlessly falling的 20年前 你的家庭醫生 OK 看到 你的total cholesterol level 是7mm per liter 他就會 哎呀 哎呀 死了死了死了 你要吃藥了 因為20年前 10年前 就變了6.5了 OK 今時今日呢 你只要是5 就已經跟你說 你要吃statin了 OK 是由7變6.5 到現在變了是5 那如果你問我的話 我認為走勢 接下來會變4 甚至 已經有些所謂的專家 就出來說 2.5 最高 所以就變了任何人 都要吃statin 即降膽固醇藥 任何人都需要 因為多了是一定不好的 那我quote一個很離譜的意見 OK 這樣就用了 這樣就用了 即將進行 是在美國的 105 190 1 1 3 2 3 3 3 and cholesterol, is essential for life. These lower limits are, however, beyond Western values and are not reached by current dietary or drug intervention. They should not be invoked as obstacles to offering effective preventive treatments. Okay, call back the link for everyone to see. http 無號 slash slash bmj . bmj journals j o u r n a r s . com slash c g i slash content slash full slash 324 slash 7353 slash 1 570 Featured 的去看看吧, okay 他知道血壓和膽固醇是 essential for life, 但是同時之間他想你吃藥 這個我聽到已經覺得很離譜很荒謬 好了 我想提一提大家記不記得有六種 actually total 有七種的 Statin 即是鋼膽很盡約 Lovastatin, Fluvastatin, Pravastatin, Symphastatin, Servifastatin 這個你會沒什麼聽過的 我稍後解釋一下為什麼 Altruvastatin, Rocevastatin 這七種有一個為什麼這麼少人聽過呢 叫做 Servifastatin 因為它是叫做志願亦是被迫退出市場 因為在它的測試實驗過程當中已經死了太多人了 Yeah you didn't hear you wrong Yeah that is the case 如果有興趣想知道它是怎樣死了很多人 你可以留言給我 我可以下一集給大家聽的 OK 他們的死因是因為 muscle disintegration 即是肌肉的 就是肌肉的崩壞 我就這樣譯 Followed by death 即是肌肉抽搐 肌肉沒有辦法控制 那你要知道你的心臟都是透過肌肉控制 你明白嗎 心跳 血壓 所以還有什麼 肌肉的呼吸 所以當你有 muscle disintegration 即肌肉的萎縮 肌肉的無法自主 還有肌肉的崩壞的時候 那這些就是相繼可能會出現的症狀 所以為什麼這個藥 Servastatin 在測試過程裡面 死了很多人 到最後藥狀是沒有辦法不放棄的 OK 那我不緊要 他都退出了市場 其他這麼多 Lufastatin Flufastatin Pravastatin Rufastatin Servastatin Servastatin 這些都還在 沒有問題 如果我告訴你 其實 All statins 所有的抗膽和醇藥 都可以 Can cost OK 會不會 cost 就看你你很不幸 但如果你真的有吃這個藥 抗膽和醇藥的話 我建議你看一看它裡面的副作用 它會提到 Can cost Muscle Disintegration and Death OK 所以為什麼我就說 用藥之前要小心呢 OK 我之前有一集 我都在巴黎 因為我其實不是很久之前 我兩個禮拜前都在巴黎 那一次是上另一個訓練 是一些比較spiritual的訓練 就是古代神秘學的訓練 我今次在這裡上一個 就是 Sound Therapy 的訓練 當然將來 如果我有幸有個門市 那我現在都希望可以 把握 可以爭取到 在今年年尾之前 有個門市 給大家 可以上來 做 consultation 就是面對面的健康諮詢 我們可以談談你的飲食 或者是飲的飲品 食物內容 怎樣可以幫到你的身體健康 恢復健康 因為我經常都說 如果有做過 consultation 聽眾都會知道 其實你身體不是缺少了藥物而病的 藥物是幫你去控制症狀的 它不是藥物會令你痊癒 正如你吃冬母藥 或者是雙風藥 其實它是令到你的症狀減少 就是鼻子沒那麼濕 頭沒那麼痛 然後沒那麼咳 你可以好好休息 啟動身體的治癒機制 所以我想說的就是 包括我現在在學 其實我本身認識的 我有做過之前 已經有相關的訓練 但我現在在心臊 Saun therapy 教訓有種的陰痔針針對癖症 這些陰痔針針對某種感望 有些是針對高血壓 將來真的有個門試的時候 當然也會為大家扎開大門 可以讓大家嘗試去做 這些問題不是主流 但是我說就可以 Works 我做得的絕對是因為它真的有幫助 我有足夠的科學的資訊 為何這個頻率會對於不同的症狀 例如痛症 癌病 血壓會有幫助 到時我將來會講的 我今集不講了 我們繼續講回心血管疾病 講回膽固醇 我想說 濃縮一點講話 Statins 抗膽固醇 是減少肝臟製造膽固醇 是事實來的 當你身體製造少了膽固醇的時候 就會發生什麼事呢 因為它是在膽固醇的新陳代謝的路徑 就已經在源頭上摺了它 所以令到你的肝臟減少生產VLDL VLDL縮了被變成LDL 所以你以為因為這樣而少了VLDL 就少了LDL 阿爺和阿孫的LDL是沒有直接關係的 為什麼呢 我現在解釋給你聽 是因為其實LDL 即是你很害怕的那種膽固醇 所謂的Low Density Lipoprotein 所以它不是叫LDC 不是Low Density Cholesterol 是Low Density Lipoprotein 因為我之前說過很多次 它是一個航空母艦 一個十四座載著很多東西 而其中一個是膽固醇的 OK LDL的Level 為什麼無論它阿爺 BLDL還是他爸爸 IDL 怎樣升降都跟它無關呢 因為LDL是 受到你身體裡面的 LDL Receptors 它的接收器 你身體裡面有多少的LDL接收器影響 你身體越多的LDL接收器 你的身體被抽走的LDL就會越多 因為它好像磁鐵一樣 就是正負極 LDL接收器就會抽血液裡面的LDL走 回收回 那為什麼Statin會有用呢 你可以吃了一段時間 你的膽固醇降了 但它明明真正降是降 VLDL 降阿爺 為什麼會有用呢 因為當它令到VLDL降的時候 你的身體就會覺得 當時都以為我不夠 我不夠膽固醇用 我不夠膽固醇去維修你的老細胞 我不夠膽固醇去製造你的Sex Hormones 我不夠膽固醇去修補你身體所有的機能 包括調節體溫等等 咦 我不夠啊 因為我肝不製造 這個時候我唯有叫它回來 簡單來說 你沒有錢的時候 例如大家例如你失業 你就會叫那些欠你錢的朋友 叫他還錢給你 這個就是Statin所做的事情 就是它令到你失業 去叫朋友叫他還錢 就是因為VLDL 它沒有膽固醇製造 不夠膽固醇製造 所以它會大量增加 那些LDL的吸收器 去吸收它回來 就說不夠啊 大哥不夠啊 快點啦 我們那邊著火不碰檔啦 所以 並不是 你的身體真的少了 它是不夠用的 OK 明白嗎 所以是不是一件好事 你自己判斷 我絕對不會跟你說 你應該不應該吃的 那我再重複一次的步驟給你聽 就是 當你吃了Statin的時候 它令到你的膽 製造少了膽固醇 因為它在那個製造的源頭 已經截了 OK 那這個時候 那個副作用者 當你真的不夠Q10 你的肌肉的收縮 肌肉的運作 就可能會出問題了 那所以為什麼之前膽固醇 若死了人呢 死了不止一個是一抽人 OK 好了 當你的肌肉發覺 我不夠膽固醇製造VLDL的時候 它就唯有 立即製造大量的LDL 去到你的身體各處 去召集一些LDL回來 OK 所以你血液裡面的LDL 立即放上去 回收到肌肉 讓肌肉有用 OK 所以就變少了 你問我 如果我真的要說 我都是仔細細 但當然如果你覺得 吃了安心一點 你就吃吧 沒辦法 OK 好了 我想你明白 大部分的藥 Statin最初出現的時候 是想降了LDL 但你發覺 它是真正降了VLDL 不是真的降了LDL OK 正如就是 好了 有一種藥 Dalidomide OK 這個藥本身 是想被孕婦吃了 令他們早上不要吐得那麼厲害 你知道大肚不是很會吐的 是孕婦的 但是後來發現 生出的BB是嚴重畸餌的 OK 我們發覺 原來 這一種藥 它裡面有一樣東西 是會令到BB沒有辦法 生長手手腳的 OK 原來這一種藥 現在 就變成了大熱門 為什麼呢 就是它用下去 Cancer的Angiogenesis 如果我聽過2017年6月4日那一集 我說癌細胞 你除了斷糖之外 其實要斷它的血液供應 就是Angiogenesis 就是癌細胞的血液網絡 所以叫做Anti-Angiogenic Therapy 就是斷絕癌細胞血液供應療化 那為什麼我經常都堅持 大家要吃這麼多的蔬菜 七至十個杯 七至十個拳頭那麼多 因為其實 這種Anti-Angiogenic的 property 它指有這種斷絕癌細胞血液供應功能 的食物 其實不是在肉食裡面 不是在脂肪裡面 它是在植物裡面 所以我叫你多吃點菜 七至十杯菜 所以為什麼坊間有營養師 叫人不要吃菜 這樣會瘦得快一點 我覺得是極度不負責任 是因為你要明白 每個人身體裡面都有癌細胞 而如果你這樣不吃的話 對呀 你不吃蔬菜 你沒有纖維 可能會變秘 不過這個也是小事 OK 或者你不吃蔬菜的話 你吸收不到這一種 高度保護你細胞的 植化素 Fetal nutrient 而這一種 譬如 黃薑裡面有薑黃素 番茄裡面有茄紅素 OK 每一種植物裡面 有自己獨特的 Fetal nutrient 植化素 這些我將來有機會 我會再細緻講的 OK 其實我之前也有跟大家說過 其實我有讀草本學的 不只是讀中醫藥 譬如你去看中醫 中醫它只是讀中醫 中國所有的草藥 對不對 我讀的裡面包括印度 也就是Ayurveda的草藥 和西洋的草藥 那變成了其實是 你一個叫做 Globalization 地球村 那你就可以用到不同地方的 包括 中美洲 南美洲的草藥 OK 那你就變成了 中醫是很好 但是中醫以外 你可以將它那個Spectrum 放得更大 那 我之前也有提過 其實Medicine 藥 不是真的一定是藥縣 OK 聲音 Sound therapy Sound 可以是Medicine 顏色 可以是Medicine 說話 可以是Medicine 所以為什麼做催眠 可以令人好 因為 說話是Medicine OK 為什麼 譬如有很多種不同的療法 Sharmanism Sharmanism 它都是Medicine Plant Medicine 植物 OK 所以植物都是Medicine 很多種不同的Medicine 包括你突然之間有一天 你想通了 那個念頭 Itself 就是Medicine 不要執著覺得 我一定要吃藥 而藥是 Come in 一個Tablet 一個藥丸 或者一個膠囊 才叫Medicine 草本 花草茶 是Medicine It is 花精療法 滴在嘴裡 是Made from flowers 是花製造的 都是Medicine 現在正如來賣的那個 失眠的那個噴喉嚨 噴泥 那個不是花精療法 OK 我也有給我的Client 所以我盡量不想大家吃的是藥廠做的西藥 OK 當然你真的有需要你要照吃 但我不想大家過分依賴 我希望你可以用食物 OK 草本 運動 水晶 聲音 各方面 是令到你的身體自我療癒 不要依賴西藥 OK 即是你問我其實 我將來有機會說 聲音療法它的效果 比藥有時更顯著 香氛療法 比藥很多時候更顯著 我有科學的知識 我可以證明給大家聽的 好嗎 好了 那下一集 我就會拿一些實際的例子 就是哪個國家的什麼人 OK 怎樣吃很多的飽和脂肪 吃很多的膽固醇 但他們的心血管疾病 居然是全世界最低的 OK 我可以說很文明的國家 很出名 大家經常都喜歡他的法國 我也可以說肯雅的 OK 我有這方面的research 給大家 做了的了 但因為大家知道 我們想做字幕 讓更加多人 不懂得聽廣東話 可能聽國語普通話的人 都可以受惠 所以節目現在會做短一點 下一集就會說 怎樣 其實實際上 吃得飽和脂肪多 吃得膽固醇多的人 反而心血管疾病 是更少 OK 這個不是一個半個例子 不是說我媽媽住在哪裡 吃豬油 她又沒事 不是一個半個人 而是很廣泛的 很大型的research 是地區性的 而不止一個的 去證明給大家聽 你心痛是不需要擔心 飽和脂肪多 會令你膽固醇高 因為這樣反而保護到你 好嗎 OK 今集說到這裡 我要睡覺 一定要早起床 OK 我現在的training 每天是十個小時 將來我會帶回你 在門市裡 利益大家 OK 拜拜 大家早點休息